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运送三一省的医护人员有1400多人 我们感觉到医护人员确实深受感动 他们在疫情面前真的不怕牺牲 想着人为了救治救死扶伤 对患者服务 我们想让医护人员能提供点啥 大家讨论 讨论一下 离开太阳到古典 可能那边是南方口 可能不太是 所以我们就感觉还是吃点醋 感受到这种山西这种家乡的力量 17号搜一批当时162人 号召大家紧急买了一批 总共大概现在目前是中了519 欢迎下来澎湃新闻客户端 很吓得了一批 直播军户端的小伙伴 又是一批未能的一批 ot共同地感受到什麽